今天晚上2012赛季的中超联赛颁奖礼在广州举行 包括最佳射手、最佳球员、最佳主教练等各个单项奖都名画有主 其中顺天外援达纳拉赫包揽了最佳射手和最佳球员两项大奖 而我们的国安小将张希哲则当选本赛季中超联赛的最佳新人 今晚的颁奖典礼犹如足球界的奥斯卡 效仿电影节的红毯仪式 中国足球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均是惊艳亮相 这其中不仅有年为四、荣志行等足坛元老 更有本年度所有获得奖项提名的候选人 尽管山东鲁能队本赛季成绩惨淡 但鲁能队的中场王永珀却以实力进球 摘得了最佳本土射手的殊荣 而论及今晚颁奖里的最大赢家当属江苏顺天 顺天外援达纳拉赫除了以23例进球毫无争议地拿下最佳射手之外 在最佳球员的评选中 达纳拉赫也力压此前呼声颇高的孔卡和正志 成为本年度的中超先生 再加上顺天门将邓小飞荣获最佳守门员奖 主帅德拉干荣莹最佳教练员奖 身为联赛亚军的江苏顺天在今晚独揽四项大奖 而冠军广州恒大却两手空空 不得不说是一次奇观 最佳新人奖的是北京国安俱乐部10号张希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1991年出生的国安小将张希哲 凭借着赛季的四力进球两次助攻的出色表现 荣获了中超最佳新人的称号 在11月3号 北京国安与广州恒大的联赛收官战中 张希哲在捕食阶段打入的绝杀球 显然成为了他战胜另外两名候选人 王瞳和裴帅的有力保障 感谢国安俱乐部对我的培养 然后以及所有带过我的教练 然后一起兵肩作战的队友们 没有你们我也得不到这个奖 然后还要感谢一直以来 关心我的球迷 谢谢大家 此外最佳裁判员奖 最有社会责任感俱乐部等奖项 以及本赛季最佳阵容 也在今晚一一公布 体育频道综合报道